大家好 贾庆林 曾庆红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朱永康带头捐助 表达对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的真情关怀 山西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初步呈现出污染下降经济增长的发展态势 全国现出级以上领导干部将参加学习贯彻党的17大精神集中轮选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广州开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年以来 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城乡部分群众生产生活也面临一些困难 延东即将到来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的过冬问题 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送温暖 信爱新活动 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为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 切实帮助他们排有解难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的亲自倡导下 从2005年开始 中职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共产党员连续两年开展送温暖 信爱新活动 为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踊跃捐款捐物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近日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带头捐款捐物 表达对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的真情关怀 中职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周密安排精心组织 在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为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捐款捐物的热潮 中央纪委 中央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 中央组织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统战部 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央对外联络部 中央直属机关工委 中央政法委 人民日报社 中国文联等单位 迅速下发通知 组织集中捐助 广电总局 经济日报社 中国外文局 中国出版集团 全国总工会 全国复联 中国日报社等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了多个捐助点 方便大家捐款捐物 真情镶嵌 爱心无价 在中职机关 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 从工作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到离退休老同志 从警卫部队官兵到所属院校师生 大家带着现金 提着衣物 纷纷来到捐助点参加捐助 向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献上一片爱心 有的同志因为出差等原因不能到现场捐助 就委托家人同事代为捐助 或通过银行电汇的方式捐款 有的同志带病坚持到捐助点捐款捐物 有的同志和家人一起清洗 晾晒 准备捐助的棉衣棉被 即将毕业离校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 和地厅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自发参加捐助活动 出席文艺界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座谈会的 四十多位艺术家文之捐助活动现场解囊捐款 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聘用人员 阶调人员也加入到捐助队伍中 各部门各单位对捐助物品进行了整理消毒 并分类打包 做好发送准备 截至目前 中职机关已收到捐款约600万元 棉衣棉被约3万件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把为灾区人民和困难群众送温暖 向爱心 作为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为培育社会文明新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做出积极贡献 在有限的环境容量下 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能源大省山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变废物为原料 初步呈现出污染下降经济增长的发展态势 今年初 山西旅梁曾经因为煤胶企业污染严重 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区域现批的黑名单 然而事隔仅十个月 当时的煤胶企业大量排出造成 二次污染的废弃物煤胶油 现在竟然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作为旅梁一家煤胶油深加工企业的总经理 韩嘉宁需要全力以赴的工作 只有一项 寻找煤胶油 我们现在整个企业加工能达到一年四十万吨 但是目前整个我们的采购任务 它每月只能完成大概50%到60% 韩嘉宁所在的这家企业刚刚成立的时候 旅梁市几乎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许多煤胶企业的煤胶油都是就地烧掉 根本不用担心原料供应 但今年以来 旅梁市在现批之后 发动了环保攻坚战役 推倒了2600多个焦炉 同时 山西省为发展循环经济而建设的煤化工企业 也陆续投产 形势迅速逆转 我们刚刚建厂的时候 焦油当时400块钱一吨 那么目前涨到了3500块钱一吨 价格不断上涨 好不容易买到的原料更要吃干榨尽 煤化工企业在精深加工上做起了文章 如今 煤胶油经过26道工艺的综合加工 可以摇身变出20多种产品 附加值提高了将近5倍 其中不少还填补了国内空白 仅一种广泛应用于冶金航天的真壮胶 就可以卖到1万多元一吨 煤胶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它的背后其实说明了 曾经很猖獗的小土胶 大土胶和改良胶 已经在环保政策的纵压之下 退出了市场 另外呢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业园区 已经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 形成了一个生态工业链 不仅是煤胶油 过去白白排掉的胶炉煤气 现在也成了香波波 在山西省最早进行循环经济试点的胶程线 政府铺设煤气管道 打通上下游企业的联系 胶碳企业的煤气 可以直接供应给冶金玻璃等企业做燃料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0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60万吨 目前山西省围绕大型煤胶企业 建设了十个循环工业园区 众多企业在这里展开了延伸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的激烈竞争 山西检增减排的任务 占到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 压力很大 解决这个矛盾 首要的一条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和解放 过去我们存在着一种 到底是恶死和呛死的这一种 两难的一种悖论 那么出入就是通过自主创新 特别是科技创新 新增循环经济 绿色产业链 走出一条街形的道路来 从想尽办法保障基本生活 到初点子丰富文化生活 宁夏彭阳县回名靖老院院长张万富的工作总结 多年来随着靖老院条件的改善也一直在变 年二年这个总结里头 我在学历之后 就是我个人在睡点得快 白头炸油脂 发展要止你 利用之前 发生够一点精致收入 这个小院子是张万富原来工作了18年的沟口香敬老院 15名老人只有他和妻子两个人在照顾 发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农副业 保证老人们的温饱问题是张万富的首要工作 而改善生活环境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006年 彭阳县沟口香在宁夏的乡镇合并中被合并了 有关部门决定 在原沟口香政府所在地基础上进行改扩建 把附近七个湘级敬老院合并统一成立县敬老院 今年年初 98位无保老人搬进了修缮一新的敬老院 不但住得好了 还有10名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专职服务 这让不少原来住在家里的老人也动了心 三年来宁夏共投资8000多万元 将全区139所农村敬老院整合改建为60所 入住老人由原来的17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 本台消息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17大精神的通知的要求 日前中央组织部做出部署 要求认真贯彻中央通知精神 切实做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17大精神集中轮训工作 中组部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进行党的17大精神轮训的重大意义 把轮训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抓紧抓好 要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 紧密联系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实际 坚持求真务实防止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 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做带头学认真学的表率 持久学深入学的表率 学以促用用语促学的表率 真正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这次轮训工作从现在开始 到明年上半年完成 每一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都要参加一次集中轮训 连日来 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各地巡回宣讲的同时 纷纷复基层下农村进场矿访社区 更深入更广泛 更直接地向广大群众宣讲17大报告的情深 在云南省丽江市 中央宣讲团成员欧阳松 来到村民白月安的农家小院 从重量补贴到农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 再到最低生活保障 纳西族 白族 利宿族的村民 抢着跟宣讲园隶属身边发生的变化 前两天 郑州市北下街社区的居民们 听说中央宣讲团的成员要来 纷纷聚到大院里 津津有味地听了一回现场宣讲 这几天 在石家庄大郭村的村头 在三路集团的厂区车间 在石家庄联盟社区的小广场上 都可以看到中央宣讲团成员沈春耀 在跟大家热烈交谈 这位老党员特别向宣讲员 请教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干部群众 在听完袁贵人的宣讲报告后 意犹未尽 袁贵人看到围拢的人越来越多 就招呼大家坐到了一起 面对面的座谈交流 那么作为一名退休的干部 工作卸任了 但党员的责任 党员的义务永远不能卸任 更应该做到先锋表率作用 积极地宣传 在天津滨海新区 中央宣讲团成员冷融看到 从综合配套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批外资企业的增资扩产 到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相继开工 滨海新区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步伐 正在加快 为了抓住这次与中央宣讲团成员 难得的交流机会 许多外资合资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纷纷要求参加座谈 今天上午 中央宣讲团成员朱维群 为一千多名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深度解读了十七大报告的精神 会后 西藏高校的学生们围着宣讲员 抢着问问题 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个学校领导 回去以后呢 结合十七大的精神 就把公平教育和德语教育 也就是素质教育呢 是进一步影响深入 在海口 从报告会现场到座谈会的路上 宣讲员频频被拦下来问问题 十分钟的路足足走了四十多分钟 第二天赶到三亚的李中杰 又出现在部队舰艇上 离村苗寨里 三亚市鹅仔村的离族村民 坐在家门口 跟宣讲员聊政策说变话 说到兴头上 能歌善舞的村民 现场自编了几句离族歌曲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 这同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 首先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思想 是一脉相承的 第一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 我国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发展对我国新世纪新阶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既强调要时刻铭记 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同时强调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 创新发展理念 转变发展方式 破解发展难题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 10号晚在广州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等 出席运动会开幕时 20点58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第八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组委会名誉主席回良玉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 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开幕 随后 通道主将一场展示 浓郁民族特色和改革开放气息的 大型文艺表演 永远的和谐献给观众 这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运动会 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为期九天的运动会期间 6381名少数民族运动员 将参加花炮 珍珠球 民族式摔跤 武术等15项竞赛 和149项表演项目 河南省采取政府协调指导 企业运作经营的模式 在全省推广数字电影广场 解决了近千万群众看电影男问题 每逢周末 郑州 行阳市居民高秀敏 就会搬着凳子和老伴一起 到附近的人民广场看数字电影 盘着星期六 星期十到来 校园就看了 因为它特别清晰 在这空气也好 数字电影广场是今年初 河南省文化部门启动的一项 民兴工程 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靠政府出资不同的是 河南采取了政府协调指导 企业运作经营的模式 政府负责协调各地文化广场 作为放映场地 北京的院线公司提供放映设备 河南的院线公司 培训放映员并进行日常管理 通过在全省不点产生的规模效应 企业看到了盈利空间 没到周末劝生一百多个广场 同时在放映一部电影 观众最多能达到几十万 广告开发千里非常大 电影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 文化遇落形式 通过发布广告 企业有效益有热情 我们找准了这个结合点 调动社会的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规模化地开发了城镇文化广场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目前河南全省已建成 数字电影广场一百一十个 截止到十月底 已放映电影三千多场 观众达四百六十万人次 公共服务与市场运营相协调的 人民大众电影市场体系 正逐步形成 沈阳成都两地创新政务流程 便全力审批为跑腿服务 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 这台电脑界面显示的是一套 进口汽车零部件规病申报系统 这套系统是由沈阳海关和企业 共同研制开发成功的 过去企业进行零部件的进口报关 手工填表 而且需要两个多小时 而采用了这套系统以后 仅仅需要十分钟 报关速度大大压缩了 也就意味着 企业的物流成本越来越低 库存越来越少 效益更加提高 近年来 结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 具有百年历史的沈阳海关 不断改进通关审批流程 对辖区内的重点装备制造企业 更是重点倾斜 深入到每一个重点的企业中去 实际地了解他们在生产 经营以及通关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为他们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 沈仲集团要从法国进口一批动购机 但由于设备超大超重 只能从上海口岸入境 沈阳海关经过信用调查和风险评估 特别批准货物可以用敞篷车 从上海运到沈阳 并派人随车监管 为企业办理通关手续提供了很大便利 截至目前 沈阳海关已先后为渤海造船厂 华晨宝马等多家企业 提供了个性化通关服务 送一套材料实行一个窗口受理 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在并联审批运行中 以网络平台为支撑 各部门实行同步审批 提高了政务服务效率 所谓并联审批 就是申请人将所有资料 一次性提供给办事窗口 其他环节都由政府部门自行运转 申请人不必在各部门或窗口之间来回跑 成都市民李焕 打算与人合伙开一家摄影公司 昨天他来到政务服务中心办手续 综合窗口的首席代表 在对他的材料进行核对后 立即将信息上传到并联审批网络平台 并联审批那个李焕 跟他说的那个数据 现在就传过 现在就说明他们那边已经受理完了 现在就该我们马上处理 就办办马载 90分钟以后 李焕办完了企业登记的所有手续 我们现在他告诉并联审批过后 一直需要准备一套材料 并说他就帮你生了很多时间 从7月份实行并联审批以来 成都政务服务中心 不只是服务形式 由一站式变为一窗式 更大的变化 还体现在办事效率的提高 因为我们实现了网络上传递 信息 这个网络既保证了信息 真实性 熟度又快 所以有力地提高了 行政审批的效率 现在成都政务服务中心 有前置审批的承诺实现 已从54个工作日 减少到7个工作日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从35项减少到14项 要填写的表格 从9套减少为3套 越来越多的群众享受到了快捷实在的政务服务 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古镇和顺 近日迎来了奥运联想牵线型活动 乒乓球世界冠军杨颖来到镇上 和乡亲们切磋球衣 讲述奥运历程 大家在体育小游戏区域前排成长队 全民健身 响应奥运精神 奥运展板让大山里的人们了解了奥运会的历史 奥运联想牵线型 主要在乡村传播奥运知识 目前已在一千多个县镇展开 参与人数超过六百万 活动在各地还建立了电子教室 方便山区学生通过互联网了解奥运学习知识 接触世界冠军了解奥运知识 并不是这里中小学生们感受奥运的全部 他们中间还将产生一名幸运儿 明年前往北京现场观看奥运会 活动将从全国县镇挑选一百名 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 亲临奥运现场 河顺百连希望小学一名四年级学生 成为河顺的唯一幸运儿 明年去奥运会回来的时候 我会跟同学们说说奥运会有多热闹 11月8号 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召回了 420万件自中国出口的彩珠拼图玩具 召回原因是儿童在吞食彩珠后 产品中所含的化学物质成分对儿童造成伤害 国家之间总局日前对彩珠拼图玩具事件 已展开全面调查 经调查被召回的彩珠拼图玩具是澳大利亚穆斯公司的品牌玩具产品 由该公司提供彩珠样本香港导员有限公司代理经营 我国深圳旺旗制品厂生产 并向香港代理商提交了试制样品和产品配方 得到确认后正式生产并出口的 被召回的彩珠拼图玩具 其彩珠是由树枝材料经软化注塑制成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选用了依次钉耳醇作为软化剂 这种物质具有毒性 但目前国际上有关玩具产品的化学安全标准中 并没有规定其含量的限量要求 我们已经组织了国内的有关专家 对这个玩具所可能化学成分 或可能造成的一些伤害 进行这个科学的分析和评估 我们也以和美国有关方面取得联系 要求他们提供消费者伤害的 医学检测报告和检测方法 以便我们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玩具产品包装上明确标志 吞咽会造成危险 并注明三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等警告语 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 消费者及监护人应注意按照产品说明正确使用 以避免造成意外伤害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的出口生产企业 必须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 组织生产和经营 对于那些违法的行为 我们将依法予以处置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三峡右岸电站首批投产的 三台水轮发电机机组 日前通过国家技术验收 三峡电站共设计安装 三山二台七十万千瓦水电机组 目前已陆续投产了十八台机组 国电大连庄合发电厂两台六十万千瓦 超灵界活力发电机组近日成功运行 这标志着我国这一重大工程装备 整体实现了国产化 2007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昨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工博会历时五天 到会专业观众有九万余人 成交总金额为四十八点八亿元 为期五天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今天落下帷幕 共签署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动漫研发制作 影视节目制作交易等合作意向协议二百二十个 总金额三十八点二七亿美元 国家公路网青岛至兰州县陕西段 于林志商洛高速公路日前开工建设 路线全长一百八十九公里 其余陕西近陕界的县川口 至于陕干界的雷霞角 计划2011年建成通车 沈阳 长春 哈尔滨等东北七城市 建立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协作项目 昨天正式启动 共同为原产地符合标准的农产品水产品销售 创造条件并参与监管 全国最大的人参加工生产线日前在吉林府松县落场 生产线可年加工人参制品八千吨 广州市日前发出公告 一次收回七十四宗 共九十九万六千多平方米的闲置用地 这是广州市近年来收回闲置用地规模最大的一次 数以万计的候鸟近日飞抵鸵阳湖跃动 白鹤 白皮鹿 红艳 白枕鹤等真奇鸟类 在湖面飞腾觅食 在水天一色间勾勒出美丽的画卷 为期三天的第十七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10号在治理首都圣地亚哥落下帷幕 如何建立一个团结协调的社会 成为拉美国家关注的话题 本次会议通过了圣地亚哥声明和行动计划 强调加强民主减少社会不平等 圣地亚哥声明承诺 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将朝着更加团结公正 更多社会保障和援助的方向共同进步 本次会议共取得15项具体成果 其中包括西班牙将投资15亿美元建立水基金 致力投资100万美元启动儿童基金 以及使600万移民受益的社会安全多边协议等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格鲁基亚总统萨卡什维利10号在地比利斯说 将在近日取消在全国实行的紧急状态令 他否认这是国内或国外某种势力的压力所致 萨卡什维利说 只有在格鲁基亚当局认为需要的时候 才会取消紧急状态令 格鲁基亚不会按什么人的指示行事 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纪念馆 10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玛拉落成 巴勒斯坦各界代表和外国驻巴士节 100多人出席落成典礼 纪念阿拉法特逝世三周年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当天发表讲话说 他将沿着阿拉法特的足迹 继续为建立以耶鲁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而奋斗 他承诺阿拉法特的遗体最终将被安葬于耶鲁撒冷 德国南部地区10号降下大雪 阿尔卑斯山部分地区的积雪厚达70厘米 降雪导致巴伐利亚州的一些高速公路出现堵塞 还发生了多起汽车箱撞事故 德国气象部门当天警告说 巴伐利亚和士瓦本的降雪预计还将持续12个小时 积雪厚度可能达50到100厘米 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国际委员会 第20次会议近日在土耳其召开 世界自然基金会 绿色和平组织等在会上呼吁 各国在2到3年内暂停一切对金枪鱼的捕捞活动 以保护濒临灭绝的金枪鱼种群 10号 墨西哥环保人士在首都墨西哥城的闹市街头 树立起了一座冰塔 以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变暖问题 这座高4米的冰塔由120块冰砖组成 冰塔的建造者表示 气候变暖导致全球冰山不断消失 与此同时 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面临着极度缺水的问题 然而浪费水资源的情况却十分严重 他们希望这座冰塔能够有助于培养当地人 保护环境 节约用水的意识 最近 澳大利亚墨尔本推出了早期免费乘车措施 规定 如果市民在7点前到达车站 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和地铁 墨尔本政府希望这项措施 能鼓励部分市民早起出行 以减轻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缓解拥堵状况 根据估算 早期免费乘车措施实施后 市民有望每周节省下大约21美元的交通费用 大多数市民对这项措施的出台表示欢迎 据报道 目前早起免费乘车措施正在市型阶段 如果收效明显 当地有关部门将在明年 在墨尔本全市推广这项措施 首届虚拟时装发布会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发布会上 高清晰的三维影像代替了真人模特 在虚拟的剔形台上自如地展示设计师们的最新作品 在这里 场景的转换 服装的变化在转瞬间就能完成 让整个发布会看起来更加简洁流畅 有不少人认为 比起传统时装发布会 这种形式省去了许多繁琐的环节 观赏性更强 更贴近大众 不过 也有设计师认为 三维影像虽然新颖有趣 但绝不会淘汰真人模特 相反 三维影像只会让真人模特 看起来更加光彩动人